我们课程的第二部分,教大家如何自制果融 那果融这个东西啊,其实在烘焙里面非常的常见 那当然我发现大家呢,其实很抵触它 第一个是觉得,买回来可能消耗不掉 第二个呢,可能觉得它有点贵 那我今天呢,会用四种水果 就是我们课程里面出现了四种水果 来教大家如何自制果融 果融顾名思义,就是水果打成的泥 大家理解了这一点呢 那你就很能理解说,我如何自制果融 那首先我第一个演示的就是草莓的 首先我们把新鲜的草莓洗干净 这一点就不需要多余的叮嘱了 切和不切都可以,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机器去打它 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打成泥 你把它打成泥的工具是不限制的 比如说你用破壁机,料理机或者料理棒 你只要有什么工具都可以 只需要把它打成泥 打成泥以后呢,按道理说这已经是果融了 但是我们自己用新鲜的草莓打的果融呢,它会有籽 那大家用的时候最好把这个打成的草莓果泥过滤一下 直接过个塞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直接过塞完的就是非常细腻的新鲜的草莓的果泥 也可以叫果融 那在我们做水果软糖或者是慕斯 任何用到果融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用自制的果融来替代 等量替换就好了 所以大家看到一些配方里面说买一些果融 那我们自己在家打水果泥就行了 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我塞网里面有非常多的草莓的籽 尽量的把它过滤掉 这样能让你的草莓果融 自制的草莓果融更加的纯净 籽还是非常多的 那这些呢是我们过滤掉不用的部分 就是这个草莓籽 底下的呢 过塞好的就是我们自制的草莓果融 那当然自制的草莓果融和市售的还是有一些区别呢 那我个人肯定是建议大家买市售的 因为市售的品质非常稳定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自制的草莓果融颜色是偏淡的 那你做出来成品颜色也没有市售的好 那像我们自己买的这个草莓呢 可能你今天买的好 明天买的就不一样 当然大家看自己的方便 自制的果融呢 保存跟我们市售的是一样的 把它放在冷冻时保存 随取随用 保存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树莓果融的制作 这里呢是我买的新鲜的树莓 也叫覆盆子 跟草莓的制作基本上是一样的 首先把这个新鲜的树莓洗干净 用料理机或者料理棒或者破壁机 把它打成泥 同样的步骤 还是需要把打成泥的树莓果融 我们把它过一下塞 树莓的果融一定要过塞 因为树莓的籽非常大 非常影响口感 不管你是买冷冻的 还是买新鲜的水果都可以 比如说像树莓新鲜的就很贵 如果大家想自制树莓果融呢 淘宝上有大包的冷冻的覆盆子卖 价格相对来说实惠很多 同样的 把打成泥的树莓的果融 我们过一下塞网 那这个塞网的木树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 因为它那个籽还是蛮大的 就正常我们做烘焙呀 塞粉的那个塞网就可以了 那我们过塞完的树莓的籽 大家看到就是非常的大啊 一定要过塞 如果自制树莓的果融的话 那这样子呢 做出来的就是我们直接可以用的树莓果融 那同样的呢 自制的和这个市售的颜色还是有点区别啊 那大品牌呢 品质是比较稳定 我们自制呢 是方便一点 这个就是树莓果融的自制 关于自制芒果果融 首先是芒果品种的选择 其实芒果果融 我个人基本上是不买的 因为芒果太常见了 特别容易买到 而且特别容易买到 就是品质特别好的 说到品种呢 我个人是最喜欢苔芒 我觉得苔芒的味道非常的浓 而且很香甜 也非常适合做烘焙 那我这里呢 有两种芒果 一种是金黄芒 另外这个是小苔芒 那这小苔芒呢 不是特别熟 所以我等会儿会用金黄芒来做果融 但是我个人建议 大家有条件的话 还是买苔芒 我们先把果肉取下来 取下我们刚才划过的芒果的果肉 把刚才已经切块的芒果放到容器里面去 我们用料理棒把它打成泥 打成泥的芒果泥呢 也叫芒果果容了 我们还是要过一下塞 那这个过塞的目的并不是它有紫什么的啊 就是以防你有没有打到的这种块状 没有打成泥的 过塞一下 更方便 更保险 这个就是我们制作好的芒果的果容 看起来颜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芒果的我就不建议大家去买果容了 然后自制了这个芒果的果容 同样也是冷冻保存 我给大家演示的第四种自制水果果容的是百香果 那百香果这个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大家呢可能会很迷惑说 其他的水果就是打成泥 那百香果呢 其实百香果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取这个新鲜的百香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里面的果肉 那它的果肉呢里面是在紫的 等会呢我们把它挖出来 只需要它的汁水就可以了 百香果果容就是百香果的汁水 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把百香果一切为二以后 我们首先把里面的果肉部分给掏出来 然后我们摁压刚才取出来的果肉的部分 爱压得到的百香果汁就是我们的百香果果容 所以所有的果容它没有加糖 它也没有炒制 它就是直接把这个水果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了 那果容的应用范围非常的广 我们可以用来做慕斯 可以用来做糖 甚至呢用不完的果容 我们是可以用来做果酱的 大家想一下 这个水果它是原汁原味保存下来的 所以呢果容不等于果酱 果容也不是浓缩的水果泥 就是原汁原味的水果泥 好了我们过筛完了 那百香果的籽是我们不需要的 那大家有需要的地方拿去用就好了 这个过滤出来的百香果汁 就是我们的百香果果容 泡沫比较多 我们来再过筛一个一遍两遍的 把这个浮沫稍微滤一下 那这一遍呢就清澈透亮很多 那这个百香果的果容我们就做好了 那我们课堂就演示了四种 分别是树莓草莓芒果百香果果容的制作 那大家呢可以举一反三 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凤梨的果容 我们就是把凤梨去皮去腥 然后取它的果肉 打成的泥就是凤梨果容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蓝莓香蕉 它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没有加糖 没有浓缩 没有熬制的泥 好这一部分呢 大家理解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的制作 我就不再分别演示 整个水果如何去打成泥了 或者是我直接用果容来制作 大家也心里明白说 我可以自己自制果容 等量替换就可以了 那希望呢 大家在这一部分有所启发 这一部分我们来制作糖酒叶 那大家知道糖酒叶是提拉米苏 必不可少的部分 我们做原味的提拉米苏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咖啡糖酒叶 做水果口味呢 有酒的味道 有水果的味道 所以材料呢 自制了果容 然后糖水和酒 非常简单 把它一起煮开就行了 我们把配方里面的材料 除了酒以外 全部都加到锅里 开中大火去煮它就行了 那煮的时候稍微搅拌一下 我们传统的提拉米苏 用的是马沙拉酒 也可以用咖啡利焦酒 但是像我们做水果味的 就不要用这些酒了 我们就用这个椰子酒是非常搭的 一边煮的时候就一边搅拌 我们只要煮开就可以了 现在锅里面已经煮开了 我们把提前撑凉好的酒 直接倒进去 再次把它煮开 再次煮开以后 不需要再熬煮了 直接关火 煮好了以后 直接放到容器里面 放凉备用就可以了 关于糖酒叶 那很多小伙伴说 我做的比较多 用不完怎么办 用不完把它放在冰箱的 冷藏室冷藏 冷藏个两天到三天 你用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时间太久了 我建议大家用了 现在我们来制作 芒果百香果的糖酒叶 同样的也是用到了 椰子酒 糖 水 芒果果容和百香果果容 除了酒以外 放在锅里面先煮开 现在锅里面的都已经煮开了 倒入我们配方里面的椰子酒 再次把它煮开 就可以关火了 煮好的糖酒叶 倒入容器中 放凉备用就可以了